好那我們就是數學課本111頁 我們現在先把數學上完 好我們先看第一題 第四題 婉婷練習投籃投了100球進球率是23% 好所以它跟剛剛一樣 我們要先算出一開始的進球數 從第一句話 先算出一開始的進球數 所以一開始的進球數的話 我用小一點的比 一開始的進球數 要拿100乘上23% 我們剛剛有講一個比較好的寫法 大家記得 怎麼樣 可勝可以化掉100 對可勝可以抵掉100 所以答案剩下23 所以我一開始是進23球 一開始是進23球 好 後來他說他又再練投 你看一下最後這句話 第二句話 再練投20球 又進了7球 再練投20球 所以他這時候他的全部的球數 新全部球數 就變成是100加20 所以變成120 然後他新進球 新的進球數 新的進球數 就會變成是100 原來是進23球 所以又再多進了7球 所以就是23加7 是30 好 那這時候進球率分母是120 然後 然後 然後進了30球 這就好算了 這邊算有個比較快的算法 因為你的分子跟分母都有10 先比掉 好 看先除以10 然後就變成3 除以12 先換小數 再換個分率 這個字有點醜 所以要先把他畫面 0.25 0.25 0.25 25% 對 0.25 所以是25% 好 停歇 所以這題目 在這個單元裡面 你一開始是進球率這邊 這種題目會稍微難一點 因為他 有 兩個部分 他有解題有兩個部分 好了嗎 5 4 3 2 1 好我們就換做做看 中間怎麼 我一定有畫畫班 畫畫班 原有20位同學 男生佔全部 全班學生人數的40% 後來又加入5位同學 其中有4位是男生 現在畫畫班中男生 的人數佔全班 學生人數的百分率是多少 好所以我們要先算出一開始畫畫班的男生 所以我們都要先算出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的男生要怎麼算 來 一開始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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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乘40% 對 20乘40% 所以一開始的男生就是20乘上40% 好 那40%再換成小數 20乘40% 0.04 不是0.04 韋琪你沒有書桌嗎 0.4 0.4 你沒有書桌嗎 你的iPad不能放在跟你平的地方嗎 有沒有桌子可以放 尾七 這樣會太低喔 又不只近視還會脫背喔 林委員 我們是7 對0.4 林委員我們是7點半入場 8點10分檢討數學 線上上課不是放假 所以請你在正確的時間上線 不然你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我們全班還要等老師打電話 去叫你們起床 才可以上線開始上課 所有的人記得明天開始 7點半入場 8點10分檢討數學 就開始上課了 入場的時候可以攜帶你的早餐 好 所以這樣沉起來是多少 三層 8 8 對答案是8 所以一開始男生有8個人 好 那我們這時候再來看一下喔 所以現在有兩種喔 一個是全部的人數 我們要先算全部 所以全部的人數就變成原來有20位 又加了5位 所以全部變成25人 那男生的新的男生的人數 原來男生有8人 這是原來男生的人數 原來 原來男生有8個人 然後呢又再加了4位男生再加4 所以這時候 透過班裡面 全部25個人裡面 男生佔了12個人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來寫新的比例喔 所以全部分男生 所以是12除以25 換成小數 換成6 我的背景 你快要入我的背景裡面 所以還少了 3號 1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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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2號 2號 好,翻譯,只有答案 等於0.48 0.48,好累 然後84% 0.48,我會84 對,48% 48%,我會一點 你也想反 48% 可以嗎? 剩下,我們剩下,11個人 沒有上限是2個人 是... traders,誰? Fly Ber Jing Fly Ber 好了嗎 我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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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 我來解決 他叫李鴻玉 可是 可是那不是他的頭像啊 好了嗎 我們來看後面喔 打折的題目 可以嗎 112頁 你們想要看動畫嗎 你們想要看動畫嗎 想喔 想就不能用iPad了 等我一下喔 要用電腦 要用電腦 好我們112頁喔 等我一下 有點當機的感覺 好我們先看這邊112頁的第五題 上面的第五題 所以這邊的話他有 這個百貨公司賣兩樣東西 洋裝跟鞋子 好我們看一下動畫 大新百貨公司 大新百貨公司 舉辦週年慶促銷活動 算算看 這二項商品 在週年慶期間的售價 各是多少元 洋裝的售價等於4180%等於3200元 鞋子的售價等於2500乘以75%等於1875元 好 所以你發現八折在裡面是什麼意思 你有發現嗎 80% 跟80% 對 八折是80% 所以以台灣我們的講法 打幾折其實是10%的意思 所以打八折是80% 就是原價的80% 就是80% 所以八折就是原價的80% 所以你看一下下面這個小孩子 你們看這個小朋友這邊有寫 他說打八折的就是售價是定價的80% 幫我畫起來 這個地方幫我畫起來 定價的80% 幫我畫起來 所以75折就是定價的75% 所以就是直接沉 所以就是直接沉 好了嗎 全好了 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就回到他剛剛講的 所以你就是直接沉 等一下 我要分享我的畫面 我要分享我的畫面 好回來我的這邊的畫面喔 所以這邊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有我的畫面嗎 好像沒有分享到 沒有 好 給我五秒 好 有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他的售價 洋裝 你們的課本有寫嗎 你們的課本有寫字嗎 你們的課本有寫字嗎 好 那我就可以寫囉 好 所以我們就分兩個東西 幫我合一半 合一半 好 那我們先上洋裝 洋裝的話 洋裝的話 洋裝的錢就是4000 去乘以80% 或者是說 我想要更快的 8折你就記得是0.8 8折就是0.8 因為80%換成小數也是0.8 所以打8折就是乘以0.8 所以直接乘0.8 然後呢 打7折 寫這裡喔 所以打7折就是乘以0.75 這樣就會比較快 所以75折就是0.75的意思 這樣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 然後 誰知道 怎麼樣算比較快 陳薛琳 陳薛琳 我需要陳薛琳 怎麼算比較快 小數點1位可以抵掉 一個0 對小數點1位可以抵掉一個0 因為0.8就是10分之8 他就可以跟一個0可以抵掉 所以這邊小數點後面是1位 你就可以抵掉一個0 就沒有小數點了 所以8乘以400可以打 你怎麼知道 8乘以400 沒有沒有 我知道 2.2分 3200 對3200 這樣就不用管那個小數點了 再來0.75也是一樣 小數點0.75小數點幾位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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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0.75小數點是2位 所以他可以抵掉兩個0 所以你只要75 25就好了 夠夠夠 不然是屁股痛是不是 趕快說 真的來秋瑞 我知道 好 那是1875 1875 對 因為剛剛影片有講 感謝 好 所以我們要學兩個答 第一個答 第二個答 第一個答是洋裝 第二個答是鞋子 3200元 鞋子1875元 秋瑞 還在吃早餐 秋瑞 這麼慢 差不多早點吃 我叔叔還沒有吃 好 等一下下課時間再吃 你們下 不會還沒吃 7點半 7點半入場 可以帶著早餐入場 但是8點10分過後 上課時間就不能吃了 上課就是上課 下課時間再吃 老師 幹嘛 我剛剛沒有上線 是因為我剛剛外婆沒有繳網路費 哈哈 原來是這樣子喔 QQ 我先幫你刪掉 我已經放出去 你沒有來 就繳好了 繳好了才有辦法上網 太誇張了吧 對啊 哈哈 你要幫外婆注意阿 沒有繳網路費 你要幫她注意阿 沒有 那個繳網路費的預期他自己知道 然後結果我不是 然後結果我早上用的時候 他說 他說阿 忘記繳網路費了 然後他才 然後他跑去山明 然後發現錢不夠 然後又跑來 然後又跑去萊爾夫 好誇張 哇 你要可以線上繳 網路費可以線上繳 不用這樣跑來跑去繳 那他不會繳 我也不會繳 你要幫他 你要學起來 我教你 然後你學起來就可以幫他弄 好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來算下面的打折喔 好不好 這個15%off的 我們就先把打折的 好來 我需要一個人 吳家綱 你可以告訴我打9折是乘以多少嗎 怎麼啊 乘以90 錯 怎麼這乘以90 吳宇琦換你了 打9折是多少 90 錯 不是90 吳宇琦 1.9嗎 哈哈 這樣是打9折 乘以多少 乘以多少 哪有那麼難 你看看上面 剛才講打8折是乘以多少 打9折就乘以多少 0.9 0.9 對啊 就0.9 來 林瑋彥打25折勒 乘以多少 乘以0.9 對 乘以0.25 就是打幾折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電視機 我們先算第一個電視機 第一個電視機就是 3萬 乘以0.9 第二個重照 這些都可以先算 第二個重照 1萬 乘以0.25 第三個皮包 我們下一次再算 我們今天先把打折先算好 來 剛剛才講過了 剛剛講過 怎樣算比較好算 雙門不用小板板 這邊不用小板板 因為這邊超好算的 怎麼算比較好算 扣一個0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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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數點底調 對 小數點底調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看 9 3多少 9 3 27 這時候還有3顆蛋 寫在後面 這樣就寫完了 這樣就寫完了 這樣就比較快了 再來 第二題 小數點後面 兩位可以抵掉幾個0 2個0 感謝 抵掉2個0 所以這時候就是 1乘以25了 2500 2500 2500 對這兩個0 再把它補上去 兩個0 所以這次電視機 27000 重造 2500 2500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今天就算這些打幾折的 跟那個人數就好了 陳心靈的臉 他有嚇到耶 幹嘛這樣 他又沒有說 我剛剛看到陳心靈 我剛剛 隨便描一下 然後看到陳心靈 你嚇到耶 別這樣子 好了嗎 好 所以那個多少%off 我們明天再說囉 齁 雖然我們上次有講過啦 30%off 但是我們今天先把它打折的講完 還是你們要把這個off也上完 這個把它上完 不要 可以啦 上完也可以啦 剛好一面啦 這個很簡單 30%off就是打幾折 我們上次有講過啊 off就是減掉的意思啊 所以30%off 就是100% 去減掉30% 只剩下70% 10% 70%換成小數 0.7 0.7 所以就會跟打幾折一樣 打七折一樣 一個很好 你會看這個數字 就可以看後面的數字 就是打幾折 那 十分 這幾個 我開始下一個 後面的數字 所以皮包這邊的15%off勒 有feel嗎你們 15%off勒 你覺得勒 他就是100% 減掉15% off就是減掉的意思 所以剩下 8% 所以就是打幾則 0.85 耶 感謝中央團0.85 所以他其實就是打85則的意思 還是打85則的意思 好啦 把這一點算了 就可以下課了 所以就是4000 乘以0.85 怎麼樣算比較好算 剛剛講過了 小數點後面兩位 比掉兩個0 來 請算 好 三次 3千4 感謝3千4 3千4感 1 OK OK 好 剩下 你前面沒有上到的地方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影片 因為每一堂課都會錄影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早日期我們沒有錄影 我們沒有錄早日期 但早日期我們所有檢討 數學習作的東西 都會放在 Kalasun裡面 但是你要等我 大概中午過後才會放到Kalasun裡面 好 那你現在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 下課時間除了上廁所喝水之外 你可以吃早餐 還可以把數學習作的作業拍上去 上傳 上傳到你的作業角角區 就直接上傳了 不會上傳的話 可以請教練系教你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下課了 你看到30 40分好了 我們休息到40分 9點40分回來上 好